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4年谈i485审理中的一些新趋势 在前一段时间 美国的绿卡排期有较快的前进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客户得以提交485的申请 也有一些比较lucky的客户 提交了485以后不久 已经取得了批准或者将要 得到批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美国移民局有一些新的趋势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讨论说明一下 提供这样的最近的信息 首先我们看到 对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美国移民局在背景审查方面 比以前更严格一些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众所周知的原因 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改变的 那你如果说要申请美国移民 那你要相应的怎样来应对 来cope with the issue 对吧 这方面 那比如说呢 我们看到有的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曾经是党员 或者曾经是团员等等 那么现在呢 往往需要提供更详细的说明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大的公司 IT类的大公司 他们批用的律所呢 可能是在公司的受益下 为了公司的公关形象 为了避免公司遇到潜在的问题 在办理S85的时候 就对员工这个调查表 要求员工说明 是否曾经是党员 是否曾经是团员 少先队员等等 也都要有一个解释说明 那么怎样来应对 怎样回答呢 我们此前有过一些 这方面的文章和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们感觉啊 在当前的环境下 这方面呢 美国政府比以前更严格一些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的人讲到 我为了工作原因 我为了事业发展 为了找一个好工作 然后我就这样这样做了 或者说我为了留在大城市 拿到奖学金 保送研究生 进入某一个学校 某一个项目 或者取得好的成绩 等等 我就这样这样做了啊 那这些呢 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也许若干年前 可以 可能没有遇到问题 那么现在情况不一样 还有的人呢 比如说啊 给你翻出来啊 你看党章上是这么写的 其他来自中国的文件 是这样写的 那我有这种文件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或者我没有来自党组织的文件 是不是就会遇到问题啊 或者说我出国已经超过五年了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我要是不到五年 是不是一定就不行啊 不是这样的啊 这些呢 既非充分 也非必要条件 这个我们此前也讨论过 我们看到呢 现在美国移民局在这些方面呢 也更严格一些 从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说 比以前更苛刻一些 那过去能够通过的 这个情况 以后呢 同样的 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准备一个清晰详细 有说服力的说明啊 那么就有可能会遇到问题 所以呢 这个方面还是要认真对待 那不能自说自话 不能自己觉得说啊 这方面没有问题啊 等等 这个呢 需要认真对待 除此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比如说 关于婚姻关系问题 那众所周知呢 因为移民签证 或者说这个工作签证 现在比以前要难办 有的这个不真实的 这个婚姻关系呢 用于取得移民的福利 这方面的情况 也比以前更多 移民局呢 我们看到相应的 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审查 有的时候呢 对于申请人 根据他们的背景 年龄 结实的时间 是否住在一起 是否两地分居 以及这个其他的背景等等啊 有更多的问题 有的时候呢 申请人亲属移民嘛 一般都会有面谈 在面谈的时候呢 也会被分开 分别来询问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职业移民是否有面谈呢 因人而异 我们看到的情况 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的职业移民 会有面谈 其他的可能就没有 具体的选择呢 有一定的运气因素 也有的时候是根据申请人的背景 是否有身份的gap 有挂靠的情况啊 或者说有其他的个人的组织成员身份问题 是否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等等 比如说有的人曾经在体制内工作 不管是职业移民还是亲属移民 包括已经退休了 年龄比较大 是美国公民的父母啊 像这样 有时候呢 被询问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啊 这是这些方面的情况 像刚才讲到 如果有的人呢 尤其是疫情期间嘛 有的人可能有这个签证身份的 中间若干世间的gap 或者呢 若干年前有这个挂套啊 等等其他的行为 或者有未经许可工作 有的人呢 但他自己可能没有留意啊 就是说在美国期间还继续 为在中国的原故主工作 没有在美国的工作许可等等 那这个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合适的说明 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移民局 更多的要求补充材料 甚至预备拒绝啊 这方面的这个notice 那总体来说呢 过去一段时间 申请S85的人比较多 大多数人可以顺利取得批准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 因为自己的背景情况 遇到了更多的问题 我们建议呢 从一开始准备的时候啊 就要认真准备呢 如果到中间出了问题 过后再要克服这样的困难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往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啊 等等就更多 申请接下来取得顺利批准 也就更难一些 所以从一开始 就是要认真对的 好 有更多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